因为我之前工作的原因 曾有幸和歌舞青春的制片人 Bill Borden 以及指环王的奥斯卡梅子 Grand Major 这些大师们共识过不短的时间 今天我就来简单跟你们介绍一下 上一期你们看到的这期Vlog 是怎么拍的 我们用了一些什么样的设备 我是旅行摄影师唐森 欢迎来看我的摄影Vlog You've been for a while 我亲爱的朋友们 我刚和永远从虚一回来 今天我就来简单跟你们介绍一下 上一期你们看到的这期 看上去很纪录片这种感觉的Vlog 是怎么拍摄的 前前后后的过程是什么样子 幕后花絮又是哪些 我用哪些设备来就可以拍摄 这个事其实也挺有意思的 因为事实上你们已经看过这视频 而我其实现在还没有开始剪这个视频 整个的一个Vlog的构思 我也仅仅是有一个基本的 一个大概的一个想法 不知道你们对上一期的Vlog 还是不是买了 希望你们喜欢吧 之前我的视频里面就有非常非常多的朋友 也问我这个三脚架是哪一款 马小鹿的3543SV 是它的一款新款的一个三脚架 比我这个老款的那个3542SV呢 要轻了400克 然后我还看了什么 这是我新买的MacBook Pro 然后这台李光的胶片相机 我之前收过是200块钱淘来的 这种相机我就是准备拿来拍拍玩玩的 其实并没有指望它能出什么片 那么这次呢 其实我是想拿它来测试一下 这个它的测光到底准不准 所以我在里面塞了一卷 VVL50的反转片 我塞进去的时候是70多块钱一卷 现在已经是160块钱一卷了 这玩意儿长得太猛了 我特别后悔 我想把我的手给剁了 那么这个是一款Insta360的这个GOL2 对我们做Vlog人来讲 是非常非常方便的一个小东西 它可以进行像各种 我这个还带着 我的那个项链还带着 所以它是仔细的 它一吸就直接可以作为第一视角 你们看到视频当中的这些第一视角的方面 都是基本上都是这个小东西拍出来的 它不会成为我一个主力的一个Vlog 但是在过程当中可以极大的丰富 我的这个拍摄的画面 同时我还会另外经常带的就是这个 Insta360的ONE X2 我在青海的很多的视频 特别是看上去像第三方视角的这么一个视频 都是用这个小指揮来拍的 那么这次因为跟远哥在一起 虽然我带着 但是基本上没用 没用上 24105是我拍风光的必备的一个头 之前我给你们介绍 然后耐斯的154.0 这个头也是跟你们说过 虽然不太会很少用超广角 但是我一定会带一个这样的一头 然后G Master 70200 然后和索尼A7R4 这个头我吹爆了它 我确实我觉得非常非常好 相信在视频里面 你们也可以看到我是怎么吹爆它 这个我确实没有找到 几乎没有找到任何的它的这个太大的缺陷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这么一个过程 你来拍的 我来拍的 我来拍的 这个是滤镜 滤镜是我一定会带的 因为城堡魔王嘛 然后这里面就基本上 主要的东西就基本上就是这样 然后是2T的一块固态硬盘 当然我是会带两块硬盘的 还有一块硬盘是做备份 然后这块是做主要的一个存储盘 然后我的主要的肚子里面 包的肚子里面主要就是这些东西 看一下上面还有些什么东西 这就是我另一块的那个移动硬盘 其实两块硬盘是互相备份的 这是一块4T的 然后这个是优篮子的小三脚架 这个之前的节目里面 你们也看到过 这个我用到现在用了小一年了 第一视角都是用这个来拍的 这个不是叫第一视角 就自拍 走路的时候自拍 都是用这个来拍的 然后这个是一个 品色的一拖二的一个 一个无线麦克风 这个麦克风 我是作为一个备用麦克风 带在身上的 还有就是现在在拍的这个 我给你们看 我给你们看 现在在拍的这个 索尼的HC 然后完了之后 241.4的这个镜头 加上这个森海赛尔的一个枪麦 这个枪麦是永远给我的 远哥说这个麦克风很牛 我看你没有风噪 远哥说这个没有风噪 我今天就一定要把他给风噪给逼出来 啊 啥 然后你们可以看到 这个分两架就是 马小鹿的XT15 所以这就是我这次 带的 带在路上的一个所有的 拍摄设备 那我回去跟你们讲讲 我整个的一个Vlog的制作过程 来我们回到我的办公桌前 现在据你们前几秒看的那个片段 已经过去了一周多了 我自己感觉有时候也有点神奇 拍个小电影居然还能有时空穿梭的感觉 现在我的Vlog视频呢 已经剪完并且已经发出了啊 不知道各位看的还开心吗 还没看到我会把链接留在下面的详情里面 你们有空可以去看一下 如果各位感觉还行的话 那么就刷播一呗 因为我之前工作的原因 曾有幸和歌舞青春的制片人Bill Borden 以及指环王的奥斯卡梅子 Grand Major 这些大师们共识过不短的时间 所以虽然不是编剧或者导演出身 但是对于一部标准的美国电影的结构 多少有不专业的粗浅的了解 比如说一般一部美国电影 前十分钟左右 是一定会把主角的任务 或者目标交代清楚的 感兴趣的朋友回头可以去看看 那些你们看过的美国大片 什么包括复联啊 这个什么钢铁侠海王啊 这些超级大片 你可以掐着表看 8到15分钟任务发布 发布完主角任务之后呢 剧情就会进入一个轻松的时段 比如说什么搞搞笑啊 扯扯蛋啊 插颗打坤一下啊 什么幽默一下啊 或者是嘿嘿嘿一下啊 你发露的人 我发露的人 分钟 不知道 或是那些了 我发露的人 或是老人 或是那些了 我居然 小时 那么接下来便会进入首个他的任务模式 描述遇到的挫折或者是跌入底谷的状态 然后任务升级 并在失去所有任务机会的时候 最终冒出一个命悬一线的最后机会 在第三幕进入高潮或者反转 这就是一部标准美国大片的大体架构 当然我这里讲得非常粗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再去拓展研究 那么回到我们的这个Vlog里面 虽然片长短 但我都会尝试用这样的一种类似 那么回到我的Vlog 虽然片长不长 但我都会尝试去使用这样的一种类似三幕的结构 浓缩到5到15分钟左右的短片里 当然并不一定每期都能取得这样丰富的素材 但是拍摄风光 有时候等待天气或者光线的曲折性 也真的是几副戏性 那当然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 我拍摄素材前是不会规划Vlog具体的内容的 也就是说没有剧本的 都是根据抓取回来的素材 事后编剧剪辑配乐旁白等工作同步进行 我觉得这样能保证整体故事的真实性 而不会落入一个一成不变的套模式的状态 素材导入后 哪怕是几百季甚至更大体量的素材 我都会全部浏览一遍 然后挑选截取 我觉得这期Vlog必须要出现的片段 然后快速按照时间关系插入到时间线 这样就有了一个极粗的框架 然后在片子一分钟左右的时间点上 我设置了这期视频的任务 去虚移 去虚移 去虚移拍红衫 我埋掉了挖坑的永远 带上了那颗70200F2.8G Master二代镜头 再一次来到了虚移 紧跟着就是永远应景地帮我 记录了一段有趣的情节 虚移拍红衫 高档的 高档的 高档的可以啊 虚移拍红衫 三人船 你不是订个大船版吗 我说拼一拼就可以了 可以可以 行 好 注意 呦 这一盘呢 不要这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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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杀的 哎呦 要透明的 哎呦 书包先别带 书包先别带 你还在静一次啊 哈哈哈哈 啊 好的 好的 可以 没关系 高档的 高档的啊 可以啊 可以可以 好 别动 好 别动 哈哈 哈啃 十分近 知道吗 呦 哎 哎 摔人船 摔人船啊 嗯 那不是订个大船版吗 哈哈哈哈 咳 咳 这 魚干的 啊 不要这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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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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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透明的 哎呀 挺好吃的 你要不来点 我算了 我吃的不比你少 贵花店了 这个有趣的情节是真实发生的 但当时只是录了一部分 所以后面我俩又优化补录了一段 就变成了你看到的模样 事实上我俩还发生了其他一些有趣的事 看看由美后面的Vlog们 是不是会带上这些有趣的画面 再然后就是我去踩点 反复期盼起步 最终大物降临并获得理想中的照片 大谈言结局 这就是我剪辑这些Vlog的大体思路 其实在前期录制的时候 我们等光等物的一波三折的情节 和你看到的Vlog一样具有戏剧性 我俩的心理状态跟过山车一样 从一开始的担心叶子是不是红了 到担心天是不是够好 有没有光 到担心有没有雾 那确实是跌宕起伏的感觉 也正因为这样 我自己感觉特别适合套用电影的三幕架构 把当时我们起起伏伏的状态 展现得比较充分 我不知道大伙是不是觉得有点意思呢 没听睡着的给点反应呗 思路确定后就是具体的剪辑 配乐 配旁白 最终调色 上字幕输出为成片 大概是性格的原因 我对这些内容的产生 有一种偏执的精神洁癖 我都会极其仔细的剪辑和反复推敲 有时候差一点点都过不了自己心里的内观 不知道有没有和我一样的朋友 对自己喜欢的事完全偏执 我一期视频从整理视频素材到最终成片 通常需要连续工作三天时间 每天12小时以上 加上前期拍摄根据不同的需要 一到四天不等 所以我每期视频都要扎扎实实的 花上近一周左右的时间 有时候更长 有时候我也很无奈 谁叫我好这口呢 所以 我买了一把我能找到的最贵的椅子 人体工学椅 你先别忙着打猝不及防啊 这椅子是我自己花钱买的 更没收一分钱 商家压根不知道我在做这个视频 我只是纯粹的分享我在用的 感觉还不错的东西 还有这个明基的这个 后眼屏幕挂灯 可亮可暗 可冷可暗 用着感觉眼睛就很舒服 然后这里左边呢 是我的这个Epson 1750扫描仪 我几乎所有的胶片 都是这个机器扫的 这边是电脑啊 本来想买这个14寸顶配的 但是一看要等到12个钟之后 才能交货 这果断放弃 挑了有现货的M1 Pro 16级内存 一T硬盘的标准版本先用起来 回头的顶配不需要等那么久了 再买就是了 就是这个版本啊 这剪视频已经不需要转代理了 完全顺滑 就播放的时候完全顺滑 而且渲染输出的时间 我原来那台电脑 这个渲染输出 一起我的Vlog 一个小时 现在7分钟 这实在是有点夸张啊 其实现在在我看起来 刚才说的这些物件 它都是小钱 我觉得最烧钱的 其实是存储 你知道吗 自当我做Vlog以来 一会儿那么几十T的NAS就满了 于是我补充了几十T的阵列 那瞬间又要满了 我这样下去 我感觉实在是有点好奇 我招商招商啊 存储类的 存储类的金主爸爸们 你们看过来啊 我这是你想把logo贴拿 我都行啊 这上面墙上都是空的 你想贴我脸上也行啊 我贵舔好吗 这太贵了这玩意儿 好了 今天就给各位分享到这儿啊 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 还有点意思 那么欢迎点赞 转发 收藏 这个对我们有点重要哦 那么我们下次见